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1日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纠正一下上一次节目的一个错误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谈到了张文宏的博士生导师 有一个是华山医院的院士,叫做乌祥慧 我是记错了,乌祥慧不是院士 他已经去世了,但在去世之前也没有捞上院士 他是中国肝炎方面的一个权威 但是研究的是肝炎的诊断和治疗 是一个临床医生,对张文宏的博士课题 研究的是杰和感军的分子生物学 这个乌祥慧肯定是不懂的 我甚至认为乌祥慧对于分子生物学应该是一窍不同的 从他受的教育和他的履历来看 他根本不可能懂什么分子生物学的 所以也不可能对张文宏的博士研究能够做出任何的指导 所以对张文宏的博士的研究真正能够起到指导作用的 那就是我上一次的节目里头提到的美国FDA下面的分子感军实验室的一个人 叫李中明 张文宏也把这个李中明列为他的指导老师 但这个李中明他并没有当这种博士生导师的这么一个资质 他只是FDA的一个疫苗审查员 并不是什么大学里头的教授 虽然华山医院给了一个客座教授的这么一个头选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教授 是没有带这种博士生导师的知识的 他对张文宏的所谓的指导 就是给张文宏一篇FDA实验室发表的论文 还有给他提供了这个实验材料 从FDA实验室拿到这个实验的材料 给了张文宏 让他自己或者找人 更可能是找人去重复一下 也就是我上次说的 他的博士论文的主体 主体是飘窃了FDA实验室的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很明显 张文宏的博士论文中数全部是抄的 而他的论文的核心部分则是飘窃来的 张文宏后来他的这个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呢 整理成了一篇英文的论文 发在国内的一个期刊上 叫做中华传染病杂志 这上面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这篇论文 发表在这份杂志上的这篇论文呢 这个李忠明不是共同作者 还有那个乌祥慧也不是共同作者 也就是说张文宏的两个博士生指导导师 知道了都不是共同作者 那这篇论文的这个所谓的通讯作者 也就是这篇论文的负责人是谁呢 是张文宏的业务导师 而不是博士导师 是科室里的业务导师 叫做翁新华 他也是当时呢 也是这个中华传染病杂志的总编辑 那汪新华他的专业是什么呢 他也是一个临床医生 他研究的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 跟张文宏的这个博士课题 研究的分子感染的分子生物学 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而且我相信这个临床医生 这个临床的老医生 他对于分子生物学也是一窍不同的 所以那篇论文的这些作者都很清楚 这篇论文的成果是飘窃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飘窃集团 那有一些人就说了 所以你干嘛就这张文宏的 二十多年前的这么一个博士学位论文不放 他如果没有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那就拿不到了博士学位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博士学位 对他的这个事业的发展 那就影响很大 正是因为他有博士学位 所以呢 他呢就成了医院里头的 一个主任医师了 这个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博士学位 做基础的 他呢还变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这种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上海市的学科带头人 这些呢都跟这个博士学位呢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张文宏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临床医生 他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科研人员 是要做学术研究的 所以这个博士学位 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呢 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以后 并没有说就此罢手 不再干这种欺骗的事啊 没有接下来的那么20年 他呢还是在继续的干这种骗人的事情 因为他并没有做学术研究的能力 又要做学术 又要把自己打扮成这么一个科研人员 还是学科的带头人 那当然呢 只能是靠欺骗 中国的临床医生 本来呢 是普遍没有做学术研究的能力的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中国的医学院培养的 不是做学术研究的 而是呢 要当临床医生的 但是呢 中国在对临床医生的要求呢 又比较奇葩 那这里临床医生 如果要平直升 那么你需要有论文 需要有论文 那就要做学术研究才可以 但是呢 中国的医生 没有做学术研究的能力 也没有这个时间 当医生的都很忙 那怎么办呢 所以很普遍的 就是要么超论文 要么买论文 那所以论文买卖 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市场 就是医生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的医生普遍道德 比较低下的一个原因 你连论文都可以买 你还有什么不能买的 对吧 也是为什么 这一次呢 很多的医生都出来 为张文宏的剽窃 抄袭行为辩护来骂我 攻击我 因为他们本人的那些论文 就很可能也是这么超来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张文宏的情况 跟普通的这些临床医生 还不是很一样 因为张文宏 他去写论文 搞所谓的邪术研究 最主要的目的 还不是为了凭职称 因为他职称已经到头了 很早就已经当上主任医师了 已经当上的教授了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 利用所谓的科研 能拿到大笔的科研经费 你有了大笔的科研经费 就有了学术的地位 那就有权有势了 而且呢 也可以赚钱了 因为中国的科研人员呢 是可以从拿来的科研经费 抽成作为奖金 把他转化成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的 那张文宏呢 在这方面呢 是做得很成功的 他拿了很多很多的科研的经费 发表了很多很多的论文 发表了多少篇的论文呢 按照他自己履历里头的说法 他到现在呢 已经发表了三百多篇 作为第一作者 或者作为通信作者的论文 也就是说那些挂名的论文 他还不算 光是算他作为主要作者的论文呢 就有三百多篇 那这个数量呢 是很惊人的 而且呢 他这些论文的内容呢 是无所不包的 是跨越了很多很多的领域的 并不是说他做临床 然后发现了什么病例 来写一篇论文 并不是的 里面的论文相当多 大部分是这种基础的研究 还不是这种临床的病例之类的 是基础研究 而且夸了很多的领域 甚至呢 有的研究的 还是癌症 是癌细胞的分子生物学 跟他的那个传业文 全是不大解答 就像其中有一篇论文 研究癌细胞里头的 什么E3范素连接酶 什么HBX蛋白 他哪懂这些 这些都是比较前沿的 跟生物化学有关的 他作为一个临床医生 后来呢 变得 变成了一个领导 要搞行政的工作 又变成了一个名人 所以很多的时间 花在看病 花在搞社会活动 花在做行政工作上面了 哪有时间来学习 更没有时间 看相关的研究课题的 这些论文 他看可能也看不到 就英文的论文 他很可能是看不懂的 所以根本不值得 也不会懂得 这些前沿的东西的 那他这些论文 是怎么来的 这很简单 他在这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科研包公图的角色 也就是说 他通过关系 拿来了国家的科研经费 然后呢 再找人来做这个论文的工作 那找的人呢 有两类人 一类呢 是要 轻松 做实验的 做这个论文的 具体的工作的 也就是 比如说 博士生 博士后 就这一类人 还有一类呢 他必须找一个 能够指导 这个论文研究的 因为他并没有 指导论文研究的 这个资质和能力 论文都看不懂 我相信 有好多的论文 他署名是 通信桌 写出来的 他本人都看不懂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 既有这种指导能力的 还能够帮他写论文的 这种真正的 课题负责人 所以他的论文相当多呢 都是有两个通信作者的 一般的论文是一个通信作者 因为通信作者表示的是 这项研究工作的负责人 但是张文宏的论文的一个特色 就是往往有两个 共同通信作者 他一个 另外在找一个 那个人 那是有科研能力的 真正的 在指导研究的 张文宏出钱 出人 然后由这个人来做指导 来写论文 跟他合作最多的 他是一个叫张颖的人 就在共同 当这个共同通信作者 论文数量最多的 就这个叫张颖 他以前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 跟张文宏有多年的合作 也是一个脚踏两条船的 曾经呢 也是那个现在已经变成国家机密的 那个千人计划的 那这入选者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千人计划的人了 然后呢 他在去年 毅然回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美国 现在在抓这种脚踏两条船 在中美同时任职的这种科研人员 有没有关系 反正呢 他在去年呢 就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 回国了 回国了以后也没有到复旦去 而是到浙江大学 去当教授了 这个人也比较奇葩 我们看了一下 他发表了论文 其中有一篇论文 那既然说 说在细胞里头有气 或者呢 叫做什么能量流 信息流 生命力 气 相信细胞里面有气 就像是一个气功大师一样 这不是很奇葩吗 而且还写了论文 发表了 那张文宏 发表了 这么多的论文 那里面啊 有一些论文 明显是造假的 这个数据呢 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其中有一篇 就是跟张颖 一起做通信作者的 张文宏呢 实际上是 这两个通信作者当中 主要的一个 那就在后边 论文的后边 列着通信作者的时候 张文宏是排在前面的 张颖是排后边的 然后论文里头 论文后边 列着基金 这篇论文是用什么基金做的 那个基金的负责人 也是张文宏 就是张文宏拉来的钱 那这篇论文里面 就有这种 所谓的图片物用 那就是 两个不同的实验 结果呢 是做出来的 那个图片 实际上是一样的 是同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截取了不同的部分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不同的实验 是不可能得出 同一张的图片 哪怕是同一个实验 你重复一遍 也不可能得出 同一个实验的 所以这个显然是假的 要么就根本没有做 两个实验都没做 要么呢 是做了一个实验 另外一个实验 就拿令 已经做过那个实验的图 来代替了 所以肯定是假的 而且呢 还截取了 同一张图的不同的部位 这就是要掩盖 也不想让人看出来 是同一张图 所以这个呢 绝对不是什么图片的误用 而是有益的造假 我已经举报了这篇论文了 看他们会不会测课 我想是不会的 他们可能就自知不理了 那么这些人 跟张文宏合作 或者在他手下干活 或者帮他管 手下 帮他指导 实验 那当然他们是很清楚 张文宏的 是他的本事 有多大 他们是很清楚 张文宏是没有做这种基础研究的 这个资质和能力 是根本不可能懂分子生物学的 他做了研究 好多涉及到分子生物学 张文宏怎么可能懂 他要能懂的话 分子生物学 太不专业了 所以他是不可能懂 跟他合作的这些人 是很清楚 很了解张文宏的底细的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跟他合作 因为原因很简单 张文宏有关系 有名气 能够搞到科研的经费 能够让他们来一起花 这些科研的经费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一起来骗国家的科研经费 而且这些人会极力的 要保护他的 所以张文宏 不管现在怎么样被揭露 也是不会倒的 那是不可能受处理的 因为他一倒一受处理 这牵涉到了太多人的利益了 所以在中国就是这样 骗的越大越安全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